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pple Watch发布后 苹果股价跌幅 有发布会前的1%以上一度收窄至0.5%左右 在介绍新电图功能后 股价一度转涨 新电图功能不仅为健康 还是乔良在周三举行的苹果新品发布会上 苹果科Jeff Williams介绍道 Apple Watch Series 4搭载自定义设计芯片 其运行速度将提高两倍 其搭载的新型芯片能察觉到使用者的摔倒 并启动应急电话 此外 它具备侦测新防颤动 AFIP的功能能感应到心脏跳动频率 将允许用户录制新电图 苹果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使命 就是让病人可以直接获得健康信息 图片来源 东方IQNX 趁Apple Watch系列4 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Apple Watch新绿不齐功能核心电图 ECG功能将于今年稍晚提供给美国用户 它是首款直接面向消费者的ECG非处方产品 FDA局长Scott Dudley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苹果对这些软件产品进行开发和测试的过程中 FDA与他们展开了密切合作 新电图功能可以帮助数百万用户更快地发现健康问题 苹果的此项革新甚至让当时下跌 这苹果股价转跌为涨 可见投资者对于这项新技术的看好 Crimer评价道 Apple Watch将成为苹果生态系统的入口 当人们拥有了手表之后 就不得不购买手机与之搭配使用 这就使得设备之间产生关联 而不仅仅只买一样设备就结束了 例如 手表可实时监测 老人们的身体状况 并将数据反馈给家人及医生 这样就使得苹果设备的关联性更加紧密 全力进军健康产业 近年来 苹果一直致力于健康相关的项目 该公司有一个秘密的健康实验室 它收集的健康数据 比任何其他医疗机构都要多 像ResearchKit和CareKit系统 已经对医疗保健和医疗研究行业 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此外 苹果还进行了一些小型收购 包括一家名为Glamps的医疗记录技术创业公司 帮助用户汇总 并访问他们的健康信息 今年2月 苹果公司宣布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健康诊所 目前只局限于苹果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苹果希望通过这个诊所与旗下的设备 服务和开发者级别的系统结合起来 周五 据CNBC报道 苹果为其医疗团队聘请了一名新高管 嗯 阿斯曼阿克特 他是名尼苏达州一家非盈利医院网络首席运营官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苹果公司的诊所增加了40多名员工 包括护士 医生和护理领航员 阿克特是加入该团队的最资深的新员工 市场研究公司CBIT健康分析师Nakia Krishna说道 苹果正在内部测试自主诊所 这意味着他们希望与员工一起测试这个模型 反复迭代 最终将该产品应用于更多的客户 华尔街建文吴家伟 华尔街建文 苹果监物 所谓文吴家伟 华尔街建文吴家伟 华尔街建文吴家伟 华尔街宾 华尔街建文吴家伟 华尔街灯